國民黨前發言人楊偉中在臉書上公布 接獲加印線民雄區黨部通知 因為屢屢發表不當言論 嚴重影響黨的形象 損害黨域 賤請黨中央開閘 20號將送上召喚考季會 最快下週就會開除黨籍 我當然知道這段時間 很多支持者會有這樣的一個批評 但對我來講 我最關心的問題是 黨在大敗之後 怎麼樣跟人民 怎麼樣跟土地重新連結 那怎麼樣有一個多元跟包容的一個政黨的形象 能夠讓國民黨能夠重新佔情 楊文中曾是朱立倫競選總統時的發言人 依樂敗選當晚 馬上辭去黨職 還在新生代成立操息聯盟 想破除國民黨老舊失利 從臉書或節目上公開拚命國民黨 讓現在洪生柱領導黨中央視為賣主求榮 我跟社會的期待都有相當的距離 社會的期待一個開放的國民黨 一個與公民社會對話的國民黨 一個走本土化的國民黨 一個不是靠花拳繡腿就能夠吸引青年的一個國民黨 楊偉中根本就是用民進黨黨員的立場在批評國民黨 楊偉中的行為如果在民進黨 早就被民進黨開除黨籍的 國民黨政策外執行黨蔡正元罵得很兇 建議繼黨籍開閘楊偉中一陣黨內氣勢 這不楊偉中將何去何從恐慌還得看中央考試會如何開閘 這環圈傳聞台北報導